立马就发现了底下有大大小小的夯窝 当时真的是特别惊喜 高谷它整个的实际上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首次发现的这么一个遗地类型 它说明了金中都城墙的各种城坊设施 它是成系统的 发现城墙的宽度是24米 不成河的最终它的宽度确定才是66米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系列节目 地下北京史之金中都城墙有话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里是北京 西州燕都在房山琉璃河 那为何后来辽 金 元 明 清 都选在了今天的位置呢 其实啊 按照史料 和西州燕都同意时期 在如今的广安门附近 有一座季秋 燕国的都城季城就在这里 只不过呀 既城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考古依据 还是一座传说中的古城 不过后来唐代的幽州城 辽 南京城 金中都 都在这里慢慢地繁华起来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那如今 辽金时期的那座城到底在哪呢 2020年的考古发现告诉了您答案 1月13日 金中都城墙考古成果亮相 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 这片位于立泽商务区的考古现场 首次发现金中都外城护城河 城墙 马面 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墙体系 那么我们对这个金中都城墙 及护城河的遗址的考古发掘 可以说补充了金中都城内遗体的空白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如此准确地发现一段 金中都的城墙呢 高楼村这个地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是2010年我们这里是北京的一段拍摄画面 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高楼村 寻找一个土墩子 这个土墩就是北京八百余年前 第一座王朝的首都金中都留下来的城墙的遗址了 按照侯仁之等老一代专家绘制的地图 金中都的位置在北京老城的西南部 北边到长安街南侧 东边到陶然亭附近 南边在南二环外 西侧则到了西三环内侧 立泽商务区一带 然而随着元明清三代的城市更迭 金中都的痕迹逐渐淹没于历史的烟云中 包括我们研究都城的著名的考古学家 徐平方先生他曾经对金中都进行过考古勘探 大家对整个金中都城墙的记载啊 包括那个勘探的资料 实际上整个地面上已经现在保存的 像高楼 王前寺这些三个地段啊 然后就记载的比较多 金中都的城墙在八百多年后 只留下了三处城墙遗址 一处位于丰台区戏曲学院路的凤凰嘴 一处位于丰台区水产公司的万泉寺遗址 第三处就是高楼村遗址了 这三处横竖连在一起 勾勒出了金中都的西城墙和南城墙 它就保存了三段在地上 地上它就是保存的非常少 多长多宽是不清楚的 所以这次我们发觉呢 就想跟它摸清楚 底下就是到底它的城墙还在不在 然后到底它的底部呢是有多宽 然后那个还有保存有多高 因为考古它整个的实际上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十年之后 高楼村的这处金中都城墙遗址 周围被铁栅栏保护了起来 而它的四周深藏在地下的城墙遗址 通过考古工作露出了真容 我们首次进场是2019年的7月份 那么我们到现场之后呢 现场的地表都是拆完的那个房屋的 一些建筑垃圾 然后堆得很高 为了保护金中都城墙遗址 几年前丰台区腾退了高楼村的城中村 但地面上有遗址 地下一定能考古出遗迹吗 2019年 新中都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 分别在南边西边打了多条碳钩 以碳究竟 我们是第一次2019年8月份正式进城的时候 然后先要去除上面的渣土的时候 那个我们上面渣土一去 立马就发现了底下有大大小小的夯窝 当时真的是特别惊喜 夯窝指的就是这片清理的土层表面 一个个凹下去的坑 为什么发现它会让考古队员惊喜呢 那么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是这个工人把这个就是纯净的土叫素土 一层一层垒在这上面以后 用这个夯的这个工具一层一层往下打 城墙在近代的时候不是砖是土 那土它为了吃这个结实 就是用夯具 成排的夯具夯起来的 夯层是发现它厚度不一 有五厘米的比较薄的 有厚一些的15厘米的不等 因此发现了夯窝 就等于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 因为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中 应该是它地层应该是上面很厚 除了现代的层 还有后来的明清层什么的 就叠压了很多地层 但是出我们的意料就是 直接够往现在的垃圾 立马现在就是金中洞的城墙 这点是当时特别兴奋的 随后考古队员不断地清理 发现了大量连片的夯窝 但这与他们之前见过的 元大都城墙遗址的夯窝 不太一样 元代的夯窝比较小比较密 您要仔细观察的话 它这个夯窝都非常小 像这个鸳鸳蛋 而且又特别密 那么金代的夯窝非常大 就是间距也比较大 这个元大都土城遗址上 就是看得很清楚 就是金和元铸成的工艺 是有区别的 小和密的夯窝呢 它可以使这个城墙更坚固 就像你在家那个 就是揉面一样 揉的越多以后又往下挖 它就越 这个面就越筋道 这次考古发掘 发现了大量金代城墙的夯窝 让人们了解了 金中都城墙的形质 和建成的工艺 看到了金代夯土城墙 内部的隐移 发现了金中都的城墙 一座八百余年前的都城形象 在我们的脑海中 变得具象而清晰 公元1151年4月 金朝海陵王下诏 迁都燕京 他就派人到宋朝的开封 就是汴京 去学习宋朝这个首都 开封城的城市格局 城市规划 去派人画了图子回来 他又按照中原王朝的 都城的这种模式 这种来营造一个 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城 他有三重工 中心是工城 第二圈是皇城 在外面是一个大城 1153年 海陵王正式迁都 北京作为王朝首都的历史 从此开启 因为从金中都这个时期开始 北京城不再是一个 偏君欲语的 这个小的军事番政了 它成了一个座 具有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这种地位的一个都城 所以它是北京首都历史的发端 然而金中都并没有存在太长的时间 短短62年后 公元1215年 中都被蒙古军队攻陷 化为一片焦土 之后原明清都有城墙 目前留存的遗址中 夯土而成的原大都城墙地基宽度24米 砖石垒城的明清城墙 墙基宽度也是24米 那金中都城墙到底有多宽呢 一拉了一条大的碳沟 那么从这个解剖沟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夯层 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有了七层 我们顺着这个夯层继续往东 找它的城墙的边界 就很清楚地看到 夯层到这个地方夯层是断掉的 然后再往东这边地方是夯土 土质有是跟城墙差不多 但是它是不起层的 那也就说明这边的土 有可能是城墙的倒塌土 现场我们能看到 土层上面画着一条条白线 但两边的土 看上去没什么差别呀 我们这是考古学的看家本领 就是跟进它的土质 土色是不一样 比如说它路面 它的受立完之后 它的土是起层的 我们一般说那个像千层饼一样的 一层一层 因为它是踩踏过的 受过力的 会剥落得很轻松的一层一层 那么像我们的夯窝呢 它是夯得很结实的 有时候我们能看到 这个泡面上 有的能看到一个弧 弧形的这样一个存在 就是它图的受力是不一样 我们也就依据这些 来画出来夯层的线 东城墙发现后 他们又沿着探沟 寻找西城墙 那金中都城墙到底有多宽呢 我们第一次发掘是 找到了18米城墙 觉得金中都的外城的城墙不窄 然后呢 今年发掘之后发现 去年发现的18米宽 是破坏掉的城墙的宽度 那么今年我们通过 找这个解剖沟打泡面 发现城墙的宽度是24米 它比原来我们想象的 要宽一些 用尽力炸的宽度 发现了一个 无论目的宽度 对我的成长 没有 往来 得 separ 没有 你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这个地方的它这个夯土会继续向西延伸 那我们就一直在想继续向西延伸 那地方肯定是突出来的 突出于城墙外地的 所以我们就推测它可能是马面 一直向西考古 它的猜测被证实了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墙体机器网络找的时候 刮面中发现 在这个突出来的墙体的外侧 有一圈非常明显的一个包砖的痕迹 它是一个湖边的一个拐角 我们找出来之后就发现 这应该是包着马面外面的一个包砖的勾 土城墙肯定容易倒塌 但是包一层砖它要相对结实得多 所以说它在城墙的外侧 关键的部位会有一些包砖 砌砖来加固它这个墙体 而这个所谓的马面到底是什么呢 马面又称为蹲台 它是突出于城墙外侧的一个防御性的设施 那么它突出来这块防御性的设施 它就是原来的一条直线的墙体变成了三个面 这个城的守军站在这个马面上 它可以朝三个方向射箭和观察敌军 所以它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马面的这个遗址 也是在北京就是金中都考古发现中 首次发现的这么一个遗地类型 它说明了这个金中都城墙的各种城防设施 它是成系统的 它这个具有防御的功能 然而考古工作者却在马面上 发现了与城墙不同的痕迹 夯窝是有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 城墙上我们大部分区域是有整整齐齐的 排列很密集的 很整齐的一个夯窝 但是在马面上的夯窝相对要小得多 并且排列和城墙上面上的排列是不太一样的 它就肯定不是一起起来的 如果一起起来 它可能一样的夯窝 就一样的夯窝 根据夯窝的细微差别 考古人员判断 这个马面是后家的 我们发现这个马面很惊喜 很意外 就是我们知道墙体外肯定有马面 但是在这么有限的空间内 我们真的发现马面当时特别特别惊喜 然后就是能够第一次发现金中都外城墙的一个马面 这对金中都的考古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寻找金中都的城墙 有一个元素必不可少 那就是水 在西客栈附近有一片水域 被称为莲花池 那个位子原来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湖面 那个湖面下游有一条西马沟水 金中都城规划的时候就把这条西马沟圈到城里头 营造了同乐园和它的这个中心花园 就是它的御园 在多年的考古中最先发现的是水系的出口 在凉水河畔有一座辽金城园博物馆 地下就是考古发掘的金中都水关遗址 这个水关原本是木石结构的 其中像这样的木头一共用了1800多根 这些可是当年水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这些还都是摆木的 据说跟大宝台和木里发掘出来的 黄肠蹄凑用的材料是差不多的 水关当中就是用这些木头 像串糖葫芦串似的 把石板串到一起 俗称叫铁柱川芯 水关结构当中 纵向的问题解决了 那横向的这些石板又是怎么连接的呢 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石板 在相邻的石板中间都有很多这样凹陷的部分 我们在展馆里发现了一样 跟这个凹陷部分的形状差不多的展片 它的名字叫做银定笋 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和家具当中最常见的连接方式 既然整个京中都都与水息息相关 那在西城墙外是否有护城河呢 继续向城外走 我们就发现了距离西城墙外17米处 发现了护城河的东岸边 眼前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护城河的东岸边 是这样一个坡渡下来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位置就是 我们现在站在护城河的河道内 它是南北向的一条河道 眼前只是河道的横截面 考古人员发现了6到7层 不同时代的地层 那水流冲沙的嘛 它每一层堆积不一样 这层它就是红胶泥层 它就比较粘 所以它会沉不沉会掉 然后这层呢它就是沙层 它比较细腻 所以它脱落都是成这种 小细沙层的这种脱落 然后再向上呢 就是河道废弃了之后 它的生活堆积 所以这里都包含了 有一些晚期的瓷片啊什么的 那么综合起来看 它这个外城护城河的深度 大约在2米 那护城河究竟有多宽呢 护城河的宽度是 我们一直追着向西走 最终它的宽度 确定出来是66米 比我们原来想象的 40米要宽得多 金中都遗址的考古 并不止于南楼村 在西气学院校门口对面的 万泉寺遗址地下 也发现了城墙的遗迹 但保存状况不佳 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城墙底下居然还有发现 万泉寺那一段呢 我们是发现有城墙 另外呢在城墙之下呢 我们发现了唐代 寥代的墓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正的就是在通过这一段呢 实证我们的金中都的历史 几处金中都城址考古成果纷纷亮相 未来立泽商务区沿线的多处 金中都城墙遗址 将穿成一座遗址公园 而这些城址的考古工作 更对北京历史的挖掘至关重要 我们这次对金中都城址的考古 包括对护生河的发现 可以填补很多城市考古的空白 也对整个中国的近代的考古 提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